请大家打开刚刚我们所念的圣经 《使徒行传》第八章 刚刚主席带领我们念了这段圣经 这是一段很重要的故事 《使徒行传》第八章 请大家把圣经打开 打开之后我们就一起 在大神的面前来祷告 亲爱的父神我们何等的感谢你 主啊当我们打开使徒行传 看到早期的教会 在你的带领之下 一步一步成长的时候 主啊让我们的心再次的被激励起来 让我们的心再次被你眺望起来 主啊让我们再次的看见 你怎么样在第一世纪 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之下 主啊你让教会 从那么小小的一群人的身上 你自己彰显的极大的能力 极大的神迹 今天福音已经传到了地极 传到了我们的身上 世界上每一个角落 我们都可以发现有基督徒 今天还有许多地方 虽然福音还没有传到 但是主啊的确如你所说的 福音很快的就要传遍地极 很快的你就要再来了 主啊巴不得在这样一个时刻 当我们再次的来念 使徒学生的故事的时候 主啊让我们再次的知道 主啊你的心是何等的迫切 主啊你真是很快的要实现 你所应许的 你所吩咐的这一切的事 主啊好让我们今天活在 这末后的世代 我们知道怎么样来 来成为你手中的器皿 好让我们怎么样能够 更警醒地活在你的面前 主啊免得你来的时候 我们反而落后了 我们反而没有跟上 主啊求你今天在我们当中 对我们说话 用这段圣经再次的激励我们 来跟随你 就好像当年斐力怎么样跟随你一样 谢谢你 愿到我们的祈求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们 十十一段第八章 讲到教会受逼迫 教会的反应 信徒的反应 前面一段 我们上次已经看到 基督徒被迫 离开了耶路撒冷 离开了他们的家乡家园 但他们 并没有因为这样的缘故 就灰心上胆了 去逃难去了 没有 他们反而因为这样的缘故 就把福音带出了耶路撒冷 到撒玛利亚 到犹太全地各地 把福音广传了 当我念到这些经文的时候 我再次地想到 我们基督徒 今天的基督徒 是不是也能够这样子呢 今天基督徒 是不是也能够因为 有些患难来到的时候 我们反而能够把福音传开呢 有的时候我发现 可能我们真是比不上 第一期的 第一世纪的基督徒 当时的患难 并没有把他们打倒 当时的患难 反而成为他们 把福音传开的一个机会 他们没有认为 患难来到了 好像上帝就不在了 好像主就不听祷告了 没有 他们反而因为被逼迫 他们更知道 这是上帝要我们所做的事 因为福音需要被传开 因为很多人不认识耶稣基督 不认识福音 所以才有逼迫 所有才有患难 是这样的一个心态 福音被传开了 也是因为这样的心态 他们对福音的认识 也更加清楚了 今天我们基督徒 是不是会这样子的 今天基督徒 会不会在我们环境 稍微受一点逼迫的时候 稍微受一点难处的时候 我们能够想到 不是主没有听我们祷告 不是主好像不在了 而是这个世代 需要福音 很多人不认识主 不是因为他们 已经知道主了 而弃绝主 而是因为他们 更不认识主 他们不知道福音 我怕不得今天 我们在读 十六学章的时候 再一次的求主 让我们看一下 早期的基督徒 他们怎么样 在主要给他们的环境之下 不断地把福音传开 这实在是个 很宝贵的见证 很伟大的见证 怕不得圣灵继续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礼拜天的早上 思想十六学章故事的时候 主的心意 不断地向我们显明 在第八章里面 我们看到有一个人物 非常突出 就是斐利 前面那一章 第七章 我们看到是 斯蒂凡被害 这两个人都是 第六章 教会所选出来的 执事当中的两个人物 斐利本来是个执事 但是在第八章 让我们看见他 成为一个大能的 一个宣教士 在撒玛利亚 在犹太泉地各地广传福音 他的足迹遍布那一带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 他到了加萨 加萨的路上 近代加萨走廊 也成为新闻当中 常常大家看到的 听到的一个名词 加萨就是靠海边的 耶路撒冷 西边靠海边的 一片的很狭窄的平原 那个地方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就是斐利在那里遇到了 埃提亚伯的太监 那个走廊也是从中东那个地方 往南走到埃及的一条通道 所以斐利的足迹 不但是在撒玛利亚 在南边 也到了 南边 在北边 在耶路撒冷的北边 在撒玛利亚 也到南边的犹太泉地 所以他在这一代传福音 最后呢 斐利是到了盖撒利亚 这个事情告诉我们 最后的第四十节 他一直直到盖撒利亚 后来斐利就停留在盖撒利亚 一直到后来 到《徐族宣传》第21章 当保罗 史罗保罗 最后他要上耶路撒冷 然后最后要到 那个 罗马去的时候 路上也在盖撒利亚逗留过 也在这个斐利的家住过好几天 所以斐利这个人 一直到保罗时代 仍然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使者 斐利是早期宣教 早期的一个很伟大的宝贵的 一个上帝所重用的一个使徒 今天我们所念的这个故事 看到斐利像一个 哀提阿伯的太监传福音 这个人 这个太监 也就是把福音带进非洲大陆的 一位早期的一个人物 非常有意思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斐利 当年依从了圣灵的引导 这里说有个使者 也就是圣灵 引导斐利 叫他往南走 向着加萨走廊 那个地方去 那个地方是旷野 斐利没有因为那个旷野 他就不去 照理讲传福音应该是到人多的地方 到村庄 到城市 但圣灵却要 斐利到旷野去 到旷野的路上 斐利也就非常顺服的 按照圣灵的引导 他就去了 很妙的是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不料 没想到 意外的 在路上就遇到一个 埃提阿伯的一个官员 这个人是一个财务的大臣 是当时埃提阿伯古时 这个地方也就是 今天的非洲 算是北非 在东北非洲 在埃及的下头 在靠近尼罗河的源头的那一带 这一个区域 也就是今天的伊索皮亚 这个人 是一个 蛮有大权的 因为他是个财务的大臣 这个人很特别 因为他上了耶路撒冷去礼拜 显然这个人 是一个外邦的 一个虔诚人 在当时 在以色列 以色列人 虽然 他们没有很积极地 在向他们传 所谓的传犹太教 但是 附近的许多的国家 一些 知道以色列历史的 知道以色列 有一位上帝的 这么一些人 很多人也成为敬前人 也去敬拜 耶和华 也到圣殿去朝拜 那么这个人 很可能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到了耶路撒冷去礼拜 而这个人 显然也不是个普通 做礼拜的人而已 他居然 手边也有一本 以色列压书 这非常不容易 因为早年 这个圣经 不像我们今天这么方便 人手一本 还有什么数位版 今天真的太方便了 早年没有这种条件 很多的会堂 在以色列的会堂里面 最多有一本 或者两份的手抄本 一般人要拿一份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 除非像这个人 是有财务大臣 是有特别的地位 有特别的身份 可能他特别拿了一份圣经 能够拿回去研读 非常非常难得 但是更巧的是 这个人在车上 就念圣经的时候 念的正是以色列压书 你看巧合 再加巧合 就被菲利给碰见了 菲利在去旷野的路上 遇到了这么一个重要的人物 这个人物是刚刚从耶路撒冷 去礼拜回家的路上 这么巧 菲利就碰上了 而这么巧 他路上就在念以色列压书 而这么巧 念的就以色列压书第53章 再一巧再巧 一巧再巧 你就知道这不是偶然的 这是有上帝 真是有特别的预备 有特别的带领 菲利也就这样子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借着圣灵的带领 他就一步一步的 被圣灵来使用 被神来使用 当菲利 随着那个车在跑的时候 就听见他在念以色列压书 菲利就问他说 你念的书你明白吗 里面的人就说 没有人教我 我怎么明白呢 就这么奇妙的 这个人就把贝利 请上车 圣灵告诉我们 他们所念的就是 以色列压书第53章 正好就念到 那个受苦的仆人 当念了这个圣经的时候 然后第34节 这个太监就问菲利说 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谁 是指的自己呢 是指的别人呢 这么巧 这个读经的艾提阿波太监 所问的问题 就问到了重点 问题就问到了最重要最重要的核心 菲利就开口 从浙经上起 对他传讲耶稣 故事接着告诉我们说 当他们路过一个有水的地方 太监就说 这里有水 我受尽 可不可以 我受洗 可不可以 显然他明白了圣经所说的 明白了菲利跟他所传的 圣经所讲的 这位受苦的仆人 不是别人 不是先知 以色列压自己 也不是讲到别人 这个人就是耶稣 就是基督 他已经受难了 他在实际上为我们流血舍身了 就像羊羔被在姐妹手下无声 他也是这样的不开口 他被牵到宰杀之地 等等等等 菲利说 只要你一心相信 就可以 于是 菲利就在那个地方 为他施敬 当然那个人回答说 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他很清楚地知道 以色列压所说的 就是这样一个人 过去我还没有好好地去查考这些资料 以色列压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个基督教的国家 以色列压让基督教成为国教远超过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是在第四世纪的时候 以色列压大概在第二第三世纪 就已经很明确的 这个国家就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 一直到今天为止 到今天为止 以色列压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是基督徒 虽然这么多的这几个世纪以来 伊索比亚附近都是围绕的回教国家 回教的势力非常非常大 这过去这么多年 伊索比亚也被 也跟西方国家基本上是脱离的 所以基本上 这个国家在一个非常艰苦 困苦的情况底下 仍然坚守他们的信仰 一直到今天为止 这个国家仍然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 虽然不是一个基督教的 他们不再是一个国 不再是有国教的概念 但是事实上里面的基督徒 百分之六十以上 而且里面有许多古老的基督教的文化 一直2000年来一直保存着 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非洲的国家 也看到基督的福音的确没有分种族 没有分肤色 上帝的慈爱 上帝的公义 上帝的怜悯 临到每一个每一个 愿意接受他的人的身上 福音就这样的进入了非洲大陆 甚至让我们看到 比进入到欧洲更早 福音已经进到了非洲大陆 在这个故事里面 今天我们所念的这个故事里面 让我们看见一个很明确的事实 很明确的一件事情就是 人人都需要主 人人都需要主 当斐利在传福音的时候 我相信他一定有这样 很明确的一个概念 很明确的一个信念 人人都需要主 今天我们基督徒 我觉得在我自己 包括我自己在内 许多时候我反映 我们自己对传福音的热忱 对传福音的一个概念的时候 许多时候我们对这样一个 简单的一个概念 信念 我们打了很多折扣 是不是我们真的相信 人人都需要主呢 是我们真的 真的坚决的相信 人人都需要主呢 史蒂凡跟菲利 给我们留下了一个 什么样的榜样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 思考一下 最近我们所念的这些故事 史蒂凡跟菲利 这两个人都是 西里尼文化底下的犹太人 意思就是说 当时的犹太人 已经散布在世界的各地 在罗马的时代 有很多理由 犹太人是生活在 西里尼文化之下的 就好像今天 我们许多的华人 已经散布到世界的各地 比如说在美国 许多我们的华人 我们的下一代 是活在美国的文化底下的 华人 所以这批的华人 跟我们在中国大陆 跟台湾 在东南亚的 我们的华人地区 所成长的华人 就不太一样 虽然我们在种族上是华人 但是文化上面 是很不相同的 当年的犹太人 也是这样子 有一些人是成长在 一直保留在家乡 是在中东 在以色列地成长的犹太人 也有许多群的犹太人 散布在世界各地 他们是在西里尼文化 在希腊文化底下 长大的犹太人 他们的文化 跟犹太本地的犹太人 是很不一样的 但是福音并没有 因为这样的缘故 就受到阻隔 反而是在早期教会 我们看见 有许多西里尼文化的 下的犹太人 也接受了阻 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里面 事实上让我们看见 虽然在耶路撒冷 是在犹太地 但是成员 有许多许多 是西里尼文化的犹太人 那这当中 在第六章里面 就告诉我们这个故事 就是因为有许多这样的人 所以为了要照顾他们 就选出了七个执事 来负责一些 所谓饭食的一些的事情 但是这些执事 被选出来的时候 也不是只是管饭食而已 圣经告诉我们 他们是要有好名声的 他们是被圣灵充满的 他们是智慧充足的人 这些被选为执事的人 很明确的一个表现 很明确一个事实 让我们看见的是 从史蒂反的身上 跟腓立上我们都看见 他们非常的懂 或者很明白圣经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值得我们深思考的 一件事情 我们在看史蒂反的 讲道的时候 他里面说 讲到以色列人的故事 以色列人的历史 旧约的整个的内容 他真的是如数家珍 讲得非常非常透彻 讲得非常非常清楚 讲得非常非常仔细 表明这个斯蒂反 对旧约圣经 是非常非常了解的一个人 是神的话语 有认识 有基础的人 这样的人信了耶稣 表明 他们更是在神的话语上 跟基督救恩融会贯通在一起 以至于他能够站起来 就能够像跟一些人在辩论 很明确的把福利的真理 跟旧约圣经能够连贯的 能够讲得出来 不但史蒂反是这样子 菲利也是这样子 他对圣经的认识 是这样子的明确 以至于当他听到 这个人在念以赛亚书的时候 念到以赛亚第五三章的时候 他就知道 怎么样从这经上起 来传讲耶稣 亲爱的弟兄姊妹 当我念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发现 今天我们基督徒 有没有这样的准备呢 今天我们基督徒 是不是也能够当 有这个机会 来传讲基督的手 来传讲圣经的手 我们是不是准备好了 能够来告诉那些 询问我们的人 今天 如果神把传播的机会 放在人的门口 放在你面前 你要问你说 怎么样能成为一个基督徒 你我能回答吗 你能回答吗 你能按照他所思考 他所想要的 他所思考的切入 把圣经的真理告诉他吗 你能够不单只讲到 自己得救的经验 你还能够把圣经的真理 圣经怎么样说 很明确的历史的 这些记载 或者圣经的真理 跟你的经理结合起来 你能够很明确地告诉人说 耶稣基督的救恩 怎么一回事吗 你能很明确地告诉人家说 是的 人人都需要主 耶稣基督 是上帝为世人 预备的 唯一的道路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然人间 没有吃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听说明 你能够按照这样的真理 来跟人分享吗 今天我想我们教会 今天我想 我们要在这个地方 来传福音 我们不能够只靠几个人而已 我们不能够靠几个 已经以这个 我们宣教主的同工 或者靠我们几位 教母同工而已 或者靠我们执事而已 或者靠我们主日学老师而已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若我们真是要在古区位置 做见证 要把福音广传的话 我相信我们需要 好好的来明白圣经 好好的来做 好好的做准备 免得到了时候 面到了关头的时候 我们讲不出来了 我们错过了机会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真是恳求神 感动我们的心 让我们知道 我们要学习 找年那些信徒的榜样 好好的明白圣经 何况今天 我们的条件 比他们好的太多太多了 太多太多了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 好让我们能够 把神的真理 传得清楚 传得正确 这两个人 蒙圣灵领导 虽然他们两个人 侍奉的道路 很不相同 史蒂凡 讲了一篇道 就被石头给打 就被石头给打了 就死了 讲了一篇道 他殉道 斐利 上帝却一直在用它 一直在用它 一直在用它 刚刚我说了 甚至到了 石头行的第二十一章 当使徒保罗 就要被押解到 这个 耶路撒冷 然后要到 罗马去的时候 换句话说 保罗已经到了他 这个第三次 传到旅行的 最后的阶段 保罗也快要 结束他的 使命的时候 这个斐利 还在传福音 这个斐利 还在盖撒利亚 那个地方 被主所使用 听到听众子妹 每一个人 上帝用的 都不一样 有人 好像很短 好像 你看不到 什么样子的 明确的 一个果子 你看 你看史利凡 好像看不到 他结的果子 他就被 他就被打死了 他就殉道了 好像浪费了 好像就 没有结果了 哎 斐利 哎呀 上帝就用用它 你看 真了不起啊 神用它 把福音传到了 传到非洲去了 已经两 两千年之后 我们还看到 这个国家 仍然是一个基督徒 这么 这么重要的 一个 一个国家 把信仰 坚持下来 这么一个国家 每个人都不一样 上个礼拜 蔡小明 学生老师 也在这里 跟我们分享 上帝的作为 若用人的角度 来看的话 这个投资的回报 投资的报酬率 讲不通的 上个礼拜 跟蔡小明 弟兄在谈话中 后来他发现 原来 我们前两年 是不是 有部电影 演到这个 在 在50年代 有五个宣教士 到了南美 根本还没开始 传福音呢 根本还没开始 做什么工呢 就一个一个 被当地的土著 给杀了 根本还没开始呢 这五个人 很优秀的五个人 就死掉了 当然这个人 后来的故事 今天也拍成了电影 他们那一代 虽然好像 没有做什么工作 他们的下一代 他们的妻子 带着他们的孩子 几十年之后 又回到那个土著 又回到那个地方 同样 杀他父亲的 这些土著们 到他们当中 去传福音 令他们归主 就当年 杀他这个父亲的 那个土著 成为一个基督徒 成为一个传道人 后来带着他 回到美国来 在各地做见证 这几个年轻人 这五个年轻人 死在中美洲的 没有看到这些结果 对人来说 对人来说 这些人好像死得很冤枉 使得他们没有价值 蔡耀明宣教师告诉我 说这几个宣教师 事实上就是 他们的同样机构的宣教师 就是飞行宣教师 就是他们的飞行使团 他说今天到他们的总部 一进门 就会看到这幅情景 那个中南美洲的情景 以及那个飞机 还有他们在那边受难的 那个情景 当中还有另外一个相片 就是杀他的那个土著 后来信的主 跟他的这个年轻人 那个太太 就是那个带着孩子 去那边宣教的那个妈妈 一起的一张照片 就在他们的总部的大门口 亲爱的弟兄姊妹 神的作为超过人的想象 超过人的 任何的计算 人没有办法计算 上帝的作为 但是这两个人 史蒂凡跟菲利 他们有个共同点 他们都忠心到底 忠忠心心的 在上帝给他们的路上 他们就忠心侍奉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基督徒 也要学习这样的态度 今天我们基督徒 今天我们传福音 有时候我们若太讲回报的话 我们可能就错掉了 上帝要给我们传福音的机会 当然我们有时候也不能说 我们不讲这些 我们就傻干 我们就闷了头做 这也不是一个智慧的做法 我想菲利跟 斯蒂凡的故事 提醒我们 给我们这启发 底下我会跟周围 讲了四次方面的启发 从菲利的故事 让我们看到 一个很明确明确的事情 也是保罗 在罗马书里面 他的宣告 保罗说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就一切相信的 罗马出的第一章 保罗没有到罗马之前 他写了罗马书 要把上帝的真理 很明确地告诉在罗马的人 因为罗马是当时 罗马帝国的首都 是那里有教会 已经有基督徒 已经在那里聚会了 是一个上帝的座位 在那里进行了 虽然不是保罗亲自建立的 可是保罗知道 那边已经有基督徒 在那里聚会 所以保罗写了 罗马书告诉他们 保罗很想去看他们 很想去跟他们聚会 把神的真理 保罗所知道的 更多的分享给他们 但是保罗去之前 保罗就写了罗马书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封书信 但是在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 我们看到保罗 不但是对真理明白的 非常非常透彻 而且保罗对真理的 那种信念 更是非常非常了不起 也就是非常值得 我们的学习 当保罗在说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些相信的时候 他前面一句话说 我不以福音为此 这是保罗对福音的 一个很明确的宣告 他说我不以福音为此 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当我再次的来看到这段圣经 看到斐力的 这样一个侍奉的榜样的时候 我心里再次的受到激励 今天我们基督徒 今天我们的21世纪基督徒 我们有多少基督徒 我们能够这样子的 能够这样来很明确的宣告说 我不以福音为此 因为这福音 这是上帝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 你能够毫无惧怕的 一点都不觉得为难的 很肯定的 能够告诉自己 也能够宣告 我不以福音为此 因为我知道 福音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 今天我想 今天我们活在一个 多元的文化里面 多元的社会里面 很多时候 我们不敢把事情 讲得太强烈 我们不敢把事情 讲得太绝对 好像我们总要 给自己留个后台 留给下台阶的地方 好像也给人家 留一点空间 我们常常在这个观念里面 不知不觉当中 我们就把福音给淡化了 我们把福音的大能 给削减了 而且我们自己 对福音的信念 好像也打了折扣了 我觉得我们真是 今天在这个世代里面 我们基督徒正要 重新地把这样的一个 信念拿回来 重新地把这样的 认识 把这样的一个体认 深深地放在我们的心中 再次地拿回来 再次地我们看到保罗说 我不以福音为此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 福音的本质是权柄 福音的本质是真理 这一日子来 这个概念 一直在我脑海里面转 一直在我脑海里面转 福音的本质是权柄 福音的本质是真理 今天我觉得我们基督徒 21世纪基督徒 包括我自己在内 我觉得我们比起第一世纪来讲 我们有个很大的 一个不足 或是一个距离 就是我们对上帝的权柄的体认 不如第一世纪 我们对上帝的权柄的概念 权柄的认识 我们不如第一世纪 今天我们好像活在一个世代里面 我们不太愿意多讲权柄 我们比较强调说 你要有感动 你要能够甘心 固然这个很重要 底下我要说这很重要 这不是不重要 非常重要 但是 有的时候我们太过于讲 你要有感动 你要有甘心 你要不要勉强 那个时候 我觉得我们就把权柄的概念 忽略掉 你知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耶稣给人家感受 第一个很明确的感受是 耶稣是个有权柄的人 他讲话不像那些文士 他讲话 话中有恩典 但是话里面有权柄 神经说 他讲的是恩言 但是听到人 感受到的是 这个人有权柄 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对权柄的认识 今天或许我们活在一个 民主的时代里面 今天我们活在一个 自由的环境里面 我们对于有权柄 对于有这个权力 这个权柄呢 我们都存在一个怀疑的态度 或者存在一个排斥的态度 觉得这个权柄的东西呢 是腐败的一个 一个道徒来之后会腐败的 所以我们对权柄的 基本上我们不太愿意多说 我们更不愿意去 好像去看东西 用从权柄的角度来看 但圣经就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的话带着权柄 圣经的真理也带着权柄 的确 其实我们要是我们能够 安心下来思想的话 基督教的信仰 的本质 就是建立在上帝的权柄上 你说对不对 基督教的真理 若忽略上帝的权柄 这个信仰 我不知道会变什么样子 大概基本上就变成一种 人生哲学吧 哲理吧 许多做人 你看基督教 就把它看成是个人生哲理 看成是一些 很好的做人的道理 一些做人的教训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是 基督教的真理最重要的 不是劝人为神 最重要的真理是 有一位上帝 有一位上帝 人 在这位上帝面前 人 没有办法 站立 人需要上帝的拯救 不然人在上帝面前 是站不住的 基督教的真理 基督教的福音 若不建立在上帝的权柄上面 基督教的真理 不止真理 基督教跟其他的 确认为善 确实真言 没什么两样 今天我在网上看的一些东西 今天我看到基督徒写的东西 我现在觉得 我真的不太会批评人家 但我就觉得有时候 我们真的觉得 我们基督徒已经降 已经把基督教这里 降到个地步 让人看不见里面的权柄 里面看不到 这个福音的本身 是建立在上帝的权柄上 就是真理 这个真理包括 人人都需要主 因为若没有主 人人都要灭亡 人人都在上帝面前 站立不住 亲爱的弟兄准备 许多说我们不太愿意 好像不太愿意 面对这样一件事情 因为觉得这样一件事情 一讲下去 好像就把很多东西 给否定掉了 很多东西都站不住 好像我们把基督教 就捧得这么高 什么都你们都不是 只有基督教才是 基督教变得非常武断 非常独断 非常的绝对 给人家压力 是很大的压力 其实很多基督徒 我们不太愿意 给人家这么压力 所以我们不太愿意 讲这么强烈的一些真理 亲爱的弟兄准备 我在神的面前 首先忏悔 我说神话 求你改变我 我必须要面对 这样的真理 我不能够面 我不能够 不能够在这样的真理上 妥协 我跟周围讲过 不久之前 有位防问学者问我一个问题 问了我非常非常 很受感动 可能一直激励我的心 那人问我什么 一个防问学者 从国内的防问学者 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 他说徐牧师 你认为每一个人 都需要信耶稣吗 每一个人都需要信耶稣吗 你认为每个基督徒 都应该 每个人都应该信耶稣吗 他就这么 他就这么直接问我这个问题 我说我非常感谢 或是我 之后我非常非常感谢他 很多防问学者 不太敢问这个问题 客气一点 不要问那么尖锐的问题 但这个学者 很尖锐问我这个问题 徐牧师 你是不是真的认为 真的相信 每一个人 都应该要相信耶稣 我当时立刻回答说 是的 是的 我相信 每一个人 都应该要相信耶稣 是的 这是我的信念 这是真理 是的 但是我立刻回答他说 但是我很明确地告诉你 基督教信仰 虽然这么有权威 这么是绝对的 但是基督教 不像回教 回教是 你不相信阿拉斯 我就可以把你宰了 我就可以把你杀了 基督教徒不是 基督教 明确地相信 人人人都需要主 但是上帝没有勉强任何一个人 相信耶稣是主 这就是上帝最伟大的地方 他的伟大 因为他所要求的 是真正的相信 他所要求的 是要真心诚意地 相信 来接受耶稣基督 为求主 虽然上帝有权柄 创造天地万物 包括我们人类 但上帝却没有把我们人 造成像傀儡一样 叫你信耶稣 你就得信 应该要信 你都信 上帝没有把我们造成傀儡 你我也不是傀儡 上帝要他的百姓 甘心情愿 很真心诚意地知道 我们人在神的面前 站立不住 我感谢上帝 差遣耶稣基督 为我舍命的死假 我能够得救 我能够回到天父的面前 都是因为耶稣基督 替我死的缘故 所以我需要耶稣 就这个道理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巴不得我们 今天我们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 你信主的弟兄姊妹 我们一起来学习 一起来认定这样的真理 不要怕 不要怕坚持 这么绝对的一句话 人人都需要主 你不要怕 你不要怕对人家说 是的 我相信每一个人 都应该要相信主 每一个人都需要主 没有例外 我怕你不要怕 讲这句话 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绝对不勉强 像上帝一样 我们绝对不勉强 任何一个人相信耶稣 绝对不勉强 因为若我勉强你信耶稣 那你的信 就不是真的信 若我勉强你信耶稣 你可能给我点面子 但对不起 你在上帝面前 那是空白的 我不敢勉强你 我不敢勉强任何人 因为我知道 上帝要从 每个人身上 得到真正的 真心 诚意的回应 这就是上帝 伟大的地方 也是上帝所要求的 就是真正的 就是真正的感性 真正的乐意 感谢赞美主 所以斐力在那边说 你若是一心相信 就可以 收尽 你若一心相信 就可以 亲爱的弟兄姊妹 斐力真是明白 来上帝的旨意 这么奇妙地 把他带到 这个人的面前 但斐力说 我也不敢勉强 你信耶稣 但只要你 一心相信 就可以收尽 亲爱的弟兄姊妹 巴不得 我们有这样的信念 来做做的门徒 来传福音 最后 在传福音的路上 必有圣灵的感动 与引导 我们要相信 福音使者 永不孤单 在斯蒂凡 殉道的时候 圣灵 在不在那里 我请问你 当斯蒂凡殉道的时候 圣灵 在不在那里 在不在 在 当然在 圣灵充满在 在斯蒂凡身上 但是还是遇害了 斐力 有没有圣灵同在 有没有 有 斐力一路去 都是圣灵同在 一路去 最后 受完禁了 完成了 施工了 圣灵就把 斐力 就提走了 就走了 圣灵一路都在 哎呀 亲爱的弟兄姊妹 让我们看这件事情 若你以我传福音的话 圣灵一定在那里 圣灵在那里 并不表明 那个人一定信主 不是 不一定 那人可能不信 不过没关系 圣灵 还是在那里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有这个信念 圣灵在那里 当圣灵感动你去 传福音的时候 圣灵已经在那里 圣灵在前面带路 你就去传福音 那个人不一定信主 但是圣灵会站那边 然后我们有这样的信念 当你有传福音的时候 你不要惧怕 你不孤单的 圣灵要与同在 圣灵要拆盘你去 但是不一定 在那个时候 会结果子 你以我心里面 要有这个认识 我们要忠信 忠信到底 求主打开我们眼睛 让我们看见 圣灵在古区 要做工 圣灵要在我们当中 带领我们 借着我们所接触的人 所做的事情 来传福音 求主帮助我们 兼顾我们 让我们有这样 坚定的信念 和体认